花花小剧场 我的宝贝花花 爸爸的小心肝 现在好点了没啊 爹地 小花 我已经没事了 幸亏我平时胆子大 这要是换成小叶子 被关在黑漆妈屋的小花园 一个晚上 还不晓得会咋样呢 老姐你说啥啊 如果可以 小叶子情愿那天晚上关的是我 为了老姐 小叶子天不怕地不怕 宝贝们 你们放心 老爸以后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了 我已经聘请了国内最知名的律师团队 敢这么对待我的宝贝 斧头山的领导有一个算一个 老爸我这次非要告到他们倾家荡产不可 谢谢您我亲爱的爹地 小花觉得好幸福啊 哇塞老爸 您在我小叶子的心中 瞬间长高了两米八 帅气的一批哦 那是必须的 这件事要是没有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爹地 有您保护我们 为我们撑腰 我和妹妹啥事都不怕了 这件事就交给老爸处理吧 年还没过完 你们只要吃好玩好就可以了 咦 你们这是在哪里啊 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啊 爹地 您忘了 我和小叶子 年前不是才洗蹄一套大别妇吗 这两天忙糊涂了 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不过这别墅看起来也太朴实乌华了 不像我宝贝的审美啊 爹地 就因为前天晚上的那件倒霉事 我和小叶子决定辞旧银新 过完年准备给别妇从里到外 来一个外科首富级别的装修 正否为新年要有新气象 梅运通通都走开 大吉大利哦 太好了 老爸也希望你们以后顺风顺水 别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爸爸 我和老姐打算把别墅装修成公主城堡的风格 粉色的壁纸 粉色的家具 还要买好多的玩具 老姐说还要整一个超级漂亮的衣帽间呢 没问题 只要不把房顶给掀翻 你们想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 还有我和小叶子幼儿园 终于毕业了 这也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嘻嘻嘻 为家安慰老姐那颗受伤的小心灵 小灾祈福 这可都要老爸您破费哦 嘻嘻嘻 俗话说和一截我女儿的烦忧 唯有熊熊帝啊 哈哈 总而言之 老爸负责赚钱养家 你们负责貌美如花 快点收钱吧 两个财迷小宝贝 熊熊帝到账 百千万元 谢谢老爸 谢谢老爸 新年快乐 货业 谢谢老爸 谢谢老爸